停車 停車 所有人都在往前走 只有黑色休旅車不停的往後退 警方人站在他前面 警車也一路鳴笛要他停車 但駕駛完全沒打算停下 叫他下車嘛 民眾看的是目瞪口呆 因為駕駛就這樣倒倒倒 看到路口還會轉彎 大逆向倒著前進 停車 停車 原地警車狂追了300公尺 將休旅車逼到巷內 發現他前面的車牌沒掛 但後方的車牌 卻跟旁邊的車輛一模一樣 兩台車跟一台車牌 這有離譜 駕駛完全沒在聽 原警一擁而上將他拉下車 完全沒有犯罪喔 你為什麼不要停車 我車子壞掉沒辦法 你車壞掉你可以停車啊 陳新駕駛被警方壓制在車旁 他才焦急辯稱不是不停車受檢 是因為車子壞掉啦 不能往前只能倒退 警方對於駕駛車子壞掉的說法存疑 但他倒退大逆向明顯違法 加上未掛車牌的部分 被依法告發 最終可罰一萬零八百元的罰還 柳洋山山景臺中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喔